连疯子专业户都要准备两年。梅姨,死士也为她著迷。 杰弗瑞洛许,左,神环源瑞士国宝雕刻大师贾科梅蒂。 图传影互动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二八。 吹住Prada的恶魔中,待在女魔头身边的时尚总监是丹丽图奇,眼儿幽泽倒,于是女魔头身边的时尚总监是丹丽图奇。 许影帝杰弗瑞洛许和阿米汉默合作新片《寂寞大师》,该片于纽约谷跟汉美术馆放映时,现场星光异议,梅姨,死士来问雷诺斯和老婆花边教主布雷克莱弗利等都来捧场,是丹丽在好莱坞的人气可见一斑。 寂寞大师只花二十天拍摄就完美杀青,两大演员回忆起拍摄过程,职称不可思议,拍片像打游击一样又快又准,我们几乎天天三点收工。 只要史丹丽一喊卡,助理就会端正三杯马丁尼,我们一边聊今天的状况一边讨论晚餐吃什么,绝对是我拍过最开心的剧组。 是当丹丽图骑直到了二十天,就完全寂寞大师的拍摄。 图传影互动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二八。 奥斯卡影帝杰弗瑞罗旭从影子里深厚,不不都是影迷最爱,被影迷封为疯子和天才的专业护演员。 近年他的作品风格迥异,不论是神鬼七行系列《王者之声》,宣战时刻,季默拍卖时宣示起来都游刃有余,但他却为新片季默大师准备两年才上戏,彻底为角色筑模。 他为饰演狂傲不羁的瑞士国宝雕刻大师贾科梅蒂,自收到剧本变著手研究,拍摄过程更是剧本不离手,就连下戏和酒吃饭都在揣摩角色,净烈程度让导演史丹丽图骑也惊叹,杰弗瑞罗曲太完美了。 他和贾科梅蒂确实看起来很像,但若不是他的演技,也无法将贾科梅蒂神还原。